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千奇百怪 特不相同 但总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 所以 智者能够从这些规律中预测出未来 先来看一个例子 公元618年 唐高祖李渊派人联络各据于梁州的李鬼势力 因为当时他们之间并没有明确敌对关系 而李鬼和李渊是同性 有一定的渊源 所以李鬼对此也非常高兴 就派自己的弟弟去李渊的都城长安通号 李渊于是封李鬼为炼王 他想通过这样的方式 把李鬼变成自己的附属国 但是问题是 李鬼当时已经称帝了 自好大梁皇帝 如果接受李渊的策锋 就等于降级了 李鬼的常使曹真说 随朝灭亡 天下人都可以争当皇帝 唐帝在关中做皇帝 我们在梁州做皇帝 故不相干 我们为什么要自动降级呢 李鬼很认同他的看法 于是给李渊回信表示 不接受官决 他在信中自称皇从帝大梁皇帝陈鬼 这封信太有意思了 既表示不接受李渊的领导 以皇帝自居 表明我们是平起平坐的 同时又向李渊低头 称帝称臣 这封信可谓自相矛盾 做皇帝那就绝不能向别人称臣 归附于别人就不要再想称帝 李鬼的幼稚想法 所反映出的是他的目光短浅 穷无大志 他称帝是因为他想在梁州整个地方做土皇帝 称帝称臣则是希望李渊不要来打自己 李渊彻底看透了这个贪图降落 蜀慕寸光的人 于是着手发兵消灭李渊 因为李渊要做全中国独一无二的皇帝 他的志向是要统一全国 从这一刻开始 李鬼的结局已经注定 这样的人最终一定会被胸怀远大的李渊给统一 除此之外 也无可能透过这个历史世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一个人最终的成就有多高 首先要看他的志向 这种看人的方法 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而且往往百事百灵 三国时期的刘表 刘彰就和李鬼差不多 他们也只想各聚一场 做一个土皇帝 却没有统一天下的雄心 这一点几乎被有识知识达成共识 所以 他们都得出结论 刘表 刘彰的地盘 迟早被别人夺取 后来的事实 极为准确地印证了这一点 可能有很多人会反对 有志向就行吗 我还想当首富呢 怎么不行 这就牵扯到第二点 除了看有没有志向之外 还要看此人有没有切实去实行伟大的事业 或赚更多的钱 人人都想 但大部分人从来都不去做 光想不做 这叫痴心妄想 不叫胸怀大志 成功所要经历的痛苦 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 历史上也好 现代的各位商业大佬也好 成功之前都是经受着各种挫折和失败的 比如说马云 起初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他只不过是个能说回到的骗子而已 但他没有放弃 再比如说刘备 一生颠沛流离 武艺其主 四师习七 神经百战 败多胜少 直到四十多了 还是一无所成 在别人的麾下管理一个小县城 但他没有放弃 依然坚持 后来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找到了诸葛亮 最终居然当了皇帝 刘备可以作为普通人励志的榜样 他没有曹操的能力 没有孙权的家世和遗产 他凭借的只有自己的不断追求和坚持 用这两点去衡量吧 事项和落实 一个人的前途是否广大 并没有太多的奥秘 欢迎关注公众号 刘红文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